暖床的侍女 大铁牛 你脸红什么呀 难道说 一会儿来的是个大美女 难道是喇叭花 喇叭花长得一般了 一会儿要来的是甜甜 她可是个蛮族大美女啊 我懂了 你喜欢她呀 没事 一会儿她来了 哥帮你追她 这个 甜甜这个名字倒是好听多了 比喇叭花还好看的女孩子 到底长啥样啊 蛮神大人在吗 是甜甜 甜甜来了 进来吧 蛮神大人 我来给你暖床了 她 她就是 小甜甜 对啊 蛮神大人 您就放心吧 暖完床 很舒服的 我先出去了 不打扰你们 那个 等等 蛮神大人 不必才凶 这是我应该做的 甜甜的 我觉得吧 暖床的话 还是 不要了吧 你看 毕竟人家铁牛 对你 帐篷里的床弱 还是烘干之后 比较舒服 吓死我了 原来真的是暖床而已 蛮神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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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床了 天牛啊 怎么了 蛮神大人 时间到了 我们走吧 什么时间到了 这是哪儿 这怎么又来了 蛮神大人 不必害羞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 可我记得 这不是昨天 就已经结束了吗 怎么又来一次 蛮神大人 哇 族长 您在说什么呀 蛮神大人 这宴会才刚刚开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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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是个梦啊 啊 草上好啊 草上好啊 蛮神大人 啊 鬼啊 啊 这鬼 怎么那么像满铁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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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醒了 蛮神大人 正好 烧器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准备吃饭吧 好无聊啊 好无聊啊 呃 又是这个 啊 kan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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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这个 为我独魁是铁牛 竟然真的进入第二扇门啊 我们也得继续努力 不能输一杯 终于成功了 铁牛 啊 当蛮神的日子没劲死了 蛮神大人 感谢蛮神大人一天的监督 大家今天实力又精进了不少啊 那是你们天赋好 天赋好 蛮神大人您早点休息 我就先回去了 蛮神大人 您在看什么呢 看月亮 看月亮看什么 想家 蛮神大人 这里不就是您的家吗 我不仅想家 还想静静 静静 伯母的名字真好听 蛮神大人 你要去哪里啊 累了 回去休息 我背你吧 不用 我自己能走 那回去了以后 我给你暖床吧 不用 那还是要小丁丁给你暖床 不用 那等一下吃烧鸡吗 吃 蛮神大人 您真的决定要走了吗 嗯 决定了 这老头不会又拿预言之子押着我吗 这 这 这太好了 这个时候终于到了 各位 我们蛮族复兴的时刻要到了 如预言之子所说的一样 蛮神大人将替我们出征 真心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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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预言之子居然也有向着我的一面 不过 不管怎么说 我总算要自由 真心满足 蛮神大人 征战路上 路途艰难 您一定要小心啊 族长放心 我不会有问题的 不过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蛮神大人尽管问 老夫一定知无不言 就是 这个预言之子 他到底是谁啊 预言之子 啊 原来蛮神大人不知道 预言之子是谁吗 这 这个 我 我当然知道 只是想考考你们 原来如此 预言之子是千年前 来到蛮族的神人 正是因为他的指引 蛮族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 说的这么邪乎 真有这个人 蛮神大人实不相瞒 我手头还保留着一张预言之子的圣像呢 哦 戴在身上吗 快给我看看 您看 啊 是你 怎么样 预言之子是不是颇有几分先锋道鼓啊 我呸 先锋道鼓 好你个曹飞鱼 合真一千年前就盘算着如何算计你徒弟了 不过本神岂是你能算计的了的 满 满神大人 我看得到 是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